张广司传令各路人马分别把守在山谷的出口处 并且筑查了下来 我们在外边是有吃有喝 你们里边看样子就只能白水煮猪笋了 这人他必定不是熊猫不是 吃了几天猪笋就不行了 没过多少日子 这里边的叛军就开始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往外突围或者是逃窜 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继续上文书 接着说说 乾隆刚一登基就发生在边疆苗疆地区的古州苗乱 古州苗乱发生在雍正十三年的二月 到了雍正十三年的十月份 咱们都知道雍正皇帝撒手人寰崩逝了 在雍正爷活着的时候 苗疆之乱是没有平定了 第一仗就失败了 这烂摊子呀就留到了乾隆年 这乾隆皇帝登基以后认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古州苗乱 那前线打了败仗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是换人呗 两只脚走路啊看样子是不够用了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同时刷下了几道圣旨 这第一道圣旨啊就是调任胡光总督张广四为贵州巡抚 听着呀这张广四十倍降职了 实际上这圣旨啊还有一句 圣旨后边写张广四主理一切苗疆事务 另外一道圣旨啊是急调张兆回京 这张兆啊是否定苗疆大臣 可这张兆在前线他起不到好作用 他是一个呀主和派 并且呀他和这个当年主理苗疆改土归流事务的这个大臣鄂尔泰呀 是政敌 实际上这张兆是个大学问家 不过在这方面啊 这脑子钻金死了把了 他呀一点都不为这朝廷考虑 只要是鄂尔泰提出来的账务 这张兆啊是没有不反对的 他做了这个府定苗疆大臣之后 竟然向这个雍正皇帝上书 说这个苗疆改土归流啊 是一个弊政是一个磕政 只能挤对当地的苗民呢造反 并且呀激化了汉族地主与当地土司之间的关系 这苗乱发生之后 主将哈元生和这个副将董方之间啊 关系不合 他为什么不合呢 因为这个哈元生啊原来虽然曾经主持过苗疆的军事事务 可是啊您毅然上吊了 吊到了兵部啊在军机处行走 这苗疆的武将们啊 这个宋别礼也送了 这个宋别宴也隐了 哎 您怎么又奉圣旨回来了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的 这武官的叛打仗 谁都想有军功 这怎么着战士一起 这上头又给派了个婆婆 谁想啊 这婆婆呀 他还有婆婆 谁呀 就是这个府定苗疆大臣张照 这个张照 哈元生 还有这个董方 本来就是三股啊 尿不到一个狐狸的势力 在这个张照的眼里啊 这董方还好一点 因为这个哈元生哈的人呢 他是这个鄂尔泰的人 在这个张照的眼里啊 敌人的朋友 那自然就是自己的敌人 那么哈元生和董方啊 在军事意见上不合呀 那这个张照呢 自然就是拉偏手 他向着董方 实际上啊 混了蛋了 这个董方的军事意见 他是错误的 就是他出的主意 把这四省大军呢 分成上下两游 一字长舌一般呢 搜山捡海的平渺乱 这换句话说呀 就是把这个大军力量分散 拉长了 哎 好让这个叛军逐个击破 哎 这是主将无能的一种表现呢 这哈元生哈的人呢 没办法 也只好啊 各带各兵啊 各干各的 这哈元生啊 只好带领着这个云贵的将士 在上游清剿叛军 那为什么这胡广的将士 不参与进来呀 因为这胡广的兵啊 那都是董方的部下 所以说呀 这个胡广士兵 就被这个董方带领 在下游清剿叛军 最后呢 就这种分散兵力的战法呀 被这个叛军钻了空子 让人家围点打了圆 这才导致了朝廷第一次平定谷州描乱的失败 所以说呀 这乾隆皇的第二道圣旨 就是把这个张兆和他的副手 德西兽 调回京城 一块锁进了天牢 这张兆被关进天牢啊 还不是出于夜挑唆着降衰不和 实际上这张兆啊 他不光主和 他还是一个领土放弃的主张者 他给这个乾隆皇的建议啊 他说这个苗疆啊 既然这么不好管 干脆啊 皇上咱放弃得了 这块地儿啊 要不要的不得紧 西南燕帐之地 多蛇虫鼠蚁 民风彪悍 不同王话 反时不交税 平定后 他是亦不交税 不如放之自生自灭 也省得这朝廷 均费良响 这乾隆皇帝听了他的建议 也差点废气炸了 这乾隆皇帝心里话说呀 张兆啊张兆你这书啊 是读到狗肚子里了 祖宗留下之疆土 岂可轻易与人乎 倘若如此 朕若到地下 何言以对 列祖列宗 把老头给我关天牢里 三天管顿仨 让他好好给我反省反省 说到这儿啊 不光是这乾隆皇帝生气 说书的我也生气 如果您听书的众位民工 谁要说这乾隆年间 这所有的边疆战争 是这乾隆皇帝浩大喜功 对边疆少数民族的 细扰和欺凌 那您现在就想想 这个云贵四川大部分地区 包括湖广 新疆 西藏 青海部分地区 以及台湾 现在呀 他都不是中国地 您呢 心里翻两个个儿想 您就能明白这乾隆皇帝 和这个说书的学徒 我的心情 就在这个时候 这乾隆皇帝啊 也接到了一道张广四上奏来的奏折 张广四啊 现在奏折当中 分析了呀 这个前边张昭等人的失败 当然了 他主要就是认为啊 这不该战线拉得过长 兵力分散 这样啊 才给了这个叛军呢 逐客击破清军的机会 并且呀 第一番拍到前线的文臣 像张昭等人啊 并没做到这个巡抚 和弹下地面的作用 这个武将啊 去这清剿叛乱 这文臣呢 理应拉拢熟苗 这熟苗指的呀 就是已经接受了改土归流 和这个朝廷啊 曾经有个合作的苗民 你这样一来的 生苗一乱 很多熟苗啊 也跟着响应 所以说呢 这张广四的意思啊 是啊 要拧成一股劲 集中打击叛军主力 并且对生熟苗啊 要区别对待 熟苗呢 要应该先派这个官员呢 到寨中去寻读政策 不但交枪不杀啊 交枪之后是还有奖励 并且呢 一旦在战争当中啊 俘获熟苗之后 干脆啊 缴获武器之后 人就放了了事 这样啊 有利于这朝廷 在平安之后啊 对此地区的长治久安 于是啊 这乾隆皇帝 在京又成立了总理事务处 在京城啊 总理调度苗疆用兵 这总理事务处的领导班子呀 是以这个总理王大臣 以及军机大臣联合主持 这两个王大臣呢 分别是 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磊 这两个军机大臣呢 一个就是大学士厄尔泰 再有一个就是张廷玉 你瞧了吗 这厄尔泰呀 刚被解职了几天 哎 这又回来主理苗疆工作了 所以说呀 这个乾隆皇帝心里 他是认知的 这苗疆的事务 离开了额尔泰 还真是不行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提一句 这张广四和这个哈元生啊 都是额尔泰的追随者 这张广四呢 接任了这个哈元生的 苗疆军事事务 这哈元生啊 虽然戴罪 被押解回京啊 可是没过多久 也被啊 赐了一个副将的军衔 到这个西路军营中去效力了 所以这儿啊 咱们说一句翻外的话 爱您瞧啊 站队了队 跟队了领导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乾隆皇帝 给这个整个苗疆军事事务 提出了一个指导方针 那就是平叛方略 采取啊 先安熟苗 后导生苗 再逞熟苗 各个击破的战术 并且呀 这乾隆皇帝 还怕 像上次一样 哎 调了一个主帅 到苗疆之后 这主帅呀 知识不动 当地的官员 再次导致将帅不和呀 那不是白费劲了吗 于是 这乾隆皇帝就下旨 给张广四 加了精略之职 这精略是什么意思呢 在明清两朝 这精略呀 是在总督之上的 是总理地方军事事务的 最大官职 这一精略 不要紧啊 这乾隆皇帝敢放手 再遇上这张广四 是真敢干 乾隆皇帝呀 就授以这张广四 为七省精略 这样一来呀 就是不光 涉及到描乱的 几个省的军务 就连这个后方的 补给供给 也归张广四 一个人管 您别忘了 他是以贵州巡抚的身份 调人到的前线 所以说这张广四手里呀 就有了绝对的潜力 哎 这么一来呀 这决战的时刻 很快就要到了 在外人看来 这张广四 也没有什么初期的本事 他无非呀 也是把这兵力 一条线的拉开 可是殊不知啊 这里边有张广四 另外的道理 他把这些兵啊 都布置在 这新疆六天的直道上 这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呀 他却把这主力啊 分成了三部分 这云贵兵啊 堵住了 这叛军的上游逃窜之路 湖广士兵啊 堵住了 这叛军下游的逃窜之路 这老张手里呀 还有一万三千多人的 这个精锐部队 那可都是这老张啊 在这三军当中 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的 其中四千人负责攻打上九谷 四千人负责攻打下九谷 这老张带着自己的五千精兵 四处游击 堵截 叛军主力 这么一来呀 追的这叛军啊 算是蒙灯 转了相 您别忘了 这叛军呢 他都是当地的土苗 并不是训练 有素的军校 所以说这张广四啊 一使成了祭祀 刀里夹脚 这帮叛军算麻了爪了 您还记得 这叛军的首领叫什么吗 对喽上文书咱们提过 这叛军的首领啊 叫鲍利 这仗啊 一直打到转过 哪来的乾隆元年 所有的叛军呢 都清凿的差不多了 已然呢 也就剩了鲍利 所带领的一支叛军主力 他们呀 躲到了深山当中 躲到了哪啊 这个地儿啊 叫牛皮大京 几百里的主海啊 把它围在了当中 当时啊 来自乾贤的战报 是这么介绍给乾隆皇帝的 说这个地方啊 高峻的山峰直插云霄 餐天大树 我是遮天蔽日 整天雨雾蒙蒙 到处啊 都是毒蛇的洞穴 就是世世代代 在此居住的苗蛮们 也无法了解到山里边 山谷当中的地形变化 所以说呀 这鲍利带领着这些叛军的头目们 才躲到了这里 他们以为呀 这样一来 这郑广司就没有办法了 等到在这里边躲的日子长了 外边松懈了以后 他们再出去呀 抢赢拔债 杀了这帮青妖 可是啊 他们想错了 这张广司的部队呀 压根就没有松懈的意思 张广司传令 各路人马分别把守在山谷的出口处 并且啊 筑察了下来 我们在外边啊 是有吃有喝 你们里边啊 看样子就只能 白水煮煮笋了 这人 他必定不是熊猫不是 吃了几天煮笋呢 就不行了 没过多少日子 这里边的叛军呢 就开始三个一群 两个一伙的往外突围 或者是逃窜 那守在山谷外边的 八旗兵丁是干嘛的 他出来一个呀 就杀一个 出来两个呢 就拿一双 最后这大军呢 围困山口到五月底的时候 张广司觉得差不离了 于是这将士们对此地区呀 就发起了总攻 这张广司啊 给这八旗兵丁的 唯一的命令就是 冲进山谷以后 是能抓的就抓 不投墙的全杀 看来呀 这藏身之地隐蔽呀 有力他就有弊 这大军呢 虽然不轻易的能攻进去 但是你要想逃跑啊 也都难了 于是啊 这些匪首们啊 一个个的全都落网 没有一个逃掉 就连这鲍利啊 他也死在了乱军当中 就这样 古州苗乱被这张广司 是一举平定 虽然啊 这平定古州苗乱 并不是这乾隆皇帝的 实权武功之一 但是啊 这一战奠定了乾隆皇帝 稳固边疆平定 边疆之乱的决心 这古州苗乱到此完结 明天啊 咱们要聊聊这乾隆皇帝 是如何对待处理 那个老冤家 准嘎尔的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明儿见